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弗星期一强调 以色列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带 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行动 将继续推进消灭该组织的计划 综合路透社和BBC报道 内塔尼亚弗表示 所有战争都会造成意外的平民伤亡 形容以色列袭击哈马斯控制的加沙 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斗 他呼吁盟友继续支持以色列 内塔尼亚弗说 正如美国在遭遇二战珍珠港爆炸 或911恐怖袭击后 不会同意停火一样 以色列在10月7号遭到袭击后 也不会同意停止与哈马斯的敌对行动 他认为呼吁停火就是呼吁以色列向哈马斯投降 表示哈马斯是伊朗正在形成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另外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以色列部队正扩大在加沙的地面攻击 而以色列战机则加紧空袭 又轰炸了加沙600个哈马斯目标 武器库、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 以及哈马斯的藏身之处 目击者告诉法新社 他们在加沙市边缘看到数十辆的以色列坦克 距离巴勒斯坦领土1.5至2公里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自10月7号以来 加沙地带一直遭到轰炸 联合国每天都对绝望的人道主义局势发出警告 截至30号 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8000人 140万人流离失所 就连拯救生命的医疗设施 也遭受了76次的袭击 在医疗用品和电力短缺的情况下 医生甚至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为奄奄一息的孕妇进行紧急剖腹产手术 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 turning point for leaders and nations it is time for all of us to decide if we are willing to fight for a future of hope and promise or surrender to tyranny and terror